到底是樸實無華的配置吸引人 還是高貴奢華的流派令人嚮往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Change 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這隻 烙印老頭 血量超載版本目前配置的一個狀態 那後期究竟該不該生成平血強化版本 那我是建議啦 有錢就可以直接升等就好了 不過以正常刷圖 你不打高張望 比如說五張望啊 或者是一些多人版本的情況 或者是20波最後打得比較順的話 我這隻角色也是可以通過20波的最後考驗 也可以打五張望圖 就是沒有傷害那麼高那麼穩 在打T16的總督軍的時候 他在插旗的時候算是非常的碳的 但你可以看到我的傷害依然算是還蠻穩定的 可以打動他的血量 所以整體的輸出也不錯 然後掉了一個現在已經賣不出去價格的黑騰 也是哭哭 好那這隻角色的部分呢 大家在後期升級的版本 可以直接去忍者網上面找到 很厲害很厲害的版本 以他們最高厲害的一個輸出能力 大概至少是我這隻角色的五倍以上輸出 我這隻角色已經可以在兩三秒鐘內 輕鬆的解決掉任何的勢力網 那總督軍可能會打比較久一點 這是因為他的 角色性質的關係 那正常打T16網 或者是其他內容 可以去我頻道裡面看 這裡面有張望測試100% 風暴烙印 走20層 以及打T18 都是很快的T18兩分鐘 然後這些都可以很穩定的過 但是打20層跟 T16百分之百 特別是地圖洗出比較難 持綴的情況下 以我目前的傷害的 能力已經走到了頭 所以如果你未來 後期 想要穩定的刷 比如說快速的去刷 100%的張望 T16的圖 或者是能夠刷20層很快很穩定 傷害又看起來很高 那你後期 建議一定要走到 瓶血版本的 那瓶血版本當中更厲害的版本 像是這種暴擊版本 傷害就達到一個非常驚人的地步 基本上他的傷害 算是單顆烙印的DPS 已經達到2000萬 那他基本上瞬間拉烙印的傷害 再加上 烙印本身跳 他可以在一瞬間 直接轟出5000萬以上的傷害 都很簡單 那配置的部分也算是蠻暴力的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如何同時兼顧 魔力能量護盾傷害 裝備綁得很死 那基本上盾牌 鞋子 衣服 還有手套 全部都是綁定的 其他裝備都選用的相當的好 非常的 驚人 那藥劑的部分 還要平衷信仰等等 暴擊率才能夠撐很多 有動的話基本上是開狂熱 以及效果很好用的 轉換最大魔力到能量護盾 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轉換完能量護盾的話 也才7000多到8000 這一顆就給了至少2000多左右 隨著魔力的增加 如果你的魔力有10000左右 基本上就轉到 2300-2400左右的魔力 到你的 能量護盾上面 你沒有的話 你的能量護盾 基本上就只有5000多 是不夠用的 那如果你把這顆 解決掉 那你平血還要解決暈眩的問題 空向的價格就很高 那以台服的價格來看 你這一套完全的組出來 你起碼 如果你不要這一顆的話 這隻角色大概2到30重高可以搞定 大部分的配置 還要這一顆的話要基本上加個50重高 那瓶血暴擊版本再加上這瓶水 整隻角色的造價絕對是 破百重高跑不掉 所以要34 那如果降低一點配置走超窄版本 可以扣掉水 那如果你對生命也不是那麼在乎 再把這顆 看守之眼扣掉的話 整隻角色的傷害大約會是我目前 血量超窄版本的極限的 1.3到1.5倍左右 因為也是超窄版本 但是他可以知道 瓶血的效果以及 他的那個一些其他額外的光環 就看你角色配置的有多麼成功 那騎DPS 順利的話應該可以來到 血量超窄版的1.5倍左右 所以也算是蠻堪丸的一隻角色 那我主要還是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血量超窄版本走到最後的一個配置 以及有什麼東西是需要的 衣服的配置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去上一個白洞 算連鎖 雖然我在上個影片當中說正常刷圖 你是不需要連鎖的 靠著烙印呼喚拉過來 6個烙印 瞬間他就可以打一波 挺高的傷害 但是呢 根據我個人的測試 你可以看到我剛剛是帶的經驗值 那為什麼經驗值沒了呢 因為我去挑戰就是 幫別人打 T16的展望圖 然後地圖詞綴更加一點血抗之類的圖 那你會發現 正常版本不加血抗的T16展望圖 你是打得動的 那是加了血抗怪物生命之後的展望圖 讓超載版本算是有點打不太動了 所以這就算這隻角色的造夢 他的天花版畢竟是超載版本 就這麼多 你要再走暴擊版本 我個人認為現在的暴擊版本 你要同時撐防禦面 魔力 還有一些施放速度 跟你要的 一些珠寶 狂熱要塞滿 角色的暴擊方面 一定需要品種信仰 把暴擊率拉到一個不錯的程度 再加上一瓶寶鑽藥劑 那魔力水也是不能缺的 那如果這樣綁了這麼多罐藥劑 綁了三罐四罐 比如說跑水之外 你的生存能力就已經沒有太多的一個 保障 這算是一個角色的問題 但是以現在版本來說 這隻角色在打T16的展望圖來說 是不太會死亡的 我個人從92到94的 除了一次不小心開到 元素反傷的雜納圖 或者是刺刺鳥的圖之外 好像還沒有死過 但是你只要打20層 或者是 那個展望五階段的T16圖 特別是地圖池最再噁心一點 你就很大的機會會死亡 這也是沒辦法 我相信 現在除了是真的純坦克 要打很久的純坦克 跟目前要被改版改爛掉的一個五階之外 已經很少有 油派造價能夠在 比較低的情況下 比如說 10級20層高一下 能夠很順利的 打得很快速順暢又很坦 很穩的過剛剛以上提到的那些任務 不過這隻角色 顯樣超載版本的好處就是 你除了這個聯盟機制出來的東西之外 這遊戲所有的內容都可以通關 那以目前這隻角色的一個造價跟概念來看 我相信新手存了兩個禮拜之後 把這些東西該 湊通貨的湊一湊 要做出一套來通關遊戲 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他不管是打T17 T18 T19 本身就是烙印 丟下來就可以 走了 他的輸出又很快 任何的網都撐不過他階段的4-5秒鐘左右 那就意味著烙印附在他身上 你就算人躺了 你還可以對BOSS造成一定的輸出 甚至有時候你躺了 最後階段的 塞勒斯 他的烙印再多彈他個3-4秒 塞勒斯又死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的我們先來說說看血量流綁定的裝備 其實綁定的裝備我個人認為就是只有4件 1234 這個是拿來開光環用的 這個地方我都已經講過了 衣服的部分的連鎖在打T16跟20層的時候比較好用 因為你的傷害沒辦法做一個秒怪 像是烙印部分拉過去 瞬間打出6顆烙印的傷害 再加上一次附著的一個墊傷 所以輕怪會比較順暢 如果你沒辦法秒怪的話 連鎖還是有一定的必要性 手套的部分我覺得虛空之力應該是吵不起來 當時一直怕說這個手套會賣很貴 但是目前產量很高 那大家可以去買 那個已經瓦過的版本 沒有瓦出上 很多玩家會把這個拿來瓦 可能瓦啊 那個 元素要害之類的在增傷 好的那虛空之力 他本身就跟 狂熱之星一樣 可以增加你的技能 魔力的消耗 讓你的魔力消耗量 達到更高的境界 像我這個已經是 4600 如果把這個手套拔掉 他的消耗的話 就是3700 配上我們的狂熱之星 天賦的部分很多人就會想說 為什麼要開一顆清晰 不使用理智 那因為狂熱之星的消耗法術的能力 可以再把他的號碼撐高 你少一顆狂熱除了他的傷害之外 會掉很多的魔力消耗 基本上有洞插狂熱就基本上是一定要插狂熱的 我本身呢 有插狂熱的洞基本上都是 選擇插好插滿的 那很多人會選 問的一個配置部分包含天賦的部分 直覺之藥是不是蠻有必要的 首先我先說明一下為什麼叫直覺之藥 目前這隻角色拿三色球的手段 比較少 特別是要拿到耐力球跟狂怒球 暴擊球還蠻簡單的 那如果你本身需要這裡的防禦面的話 你不太可能去點到力量定綴 那本身角色你又不是走暴擊流派走力量定綴好像有點很虧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的解決方法決定用直覺之藥拿超仔 這裡換夢者的魔力就不用再額外屠遊了 還有一點生命 比較多玩家還會有這樣走下來 拿這裡的血量跟魔力 最後再去選擇屠遊突擊零數 那我最後選擇突擊零數不再走戰鬥鼓舞的原因也蠻簡單的 因為我覺得承受傷害轉成魔力恢復 在正常戰鬥情況下 我不太會缺魔力的生存 反而是生命跟魔力比起來比較拉不起 所以我最後決定這點沒用還是拿吉林素 在打完部分罐或者是藥劑回復有問題的情況下 我也可以在熱機的情況下多放幾顆烙印 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這就是我的一個選擇 問題是這裡的超仔獲得球 我們的藥水也算是綁滿死的 你可以看到生命水 我們是走一個 解流血 順補的血水 這個生命流派必須的 然後這裡的魔力藥劑也是必須的解除作用的 再來的話兩罐傳說水我覺得也蠻必要的 刺激用對打圖來說的幫助實在太大了 奇殺怪物的時候可以回復生命、魔力、能量、護盾以及一個有效用的詞綴 再來的話是盧蜜的靈藥 他給予一個護甲值 還有攻擊跟法術格當 我使用了這瓶水之後 在正常打圖的情況下 刺刺鳥除非是詞綴真的太誇張 比如說我上了脆弱詛咒 或者是有暴擊加成 再多的刺刺鳥在我喝了這瓶水的情況下 沒辦法對我造成什麼傷害 防禦面的話攻擊割檔率43% 法術割檔率也快來到了20% 對於生存防禦面還不錯 那喝了水之後護甲值也有一定的幫助 再加上紅球三顆給予的物理減傷 這個就是拿來防禦刺死鳥的一個機制 再來的話刨水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多的變動 天賦跟過去一樣 星雲珠寶也是沒有什麼改變 小點盡量拿靈光紮線這裡的也是 再來的話是墊串 以及我覺得品牌忠誠非常的好用 承受他的傷害 可以給予我們這隻角色有不錯的輸出 另外的話紅尾設計給予額外的烙印 發動頻率還有附著 蠻全面的 這樣我們就不用點出天賦當中的任何增加烙印的效果 也可以拿到6個烙印對於打圖 幫助非常的大 血量超載版的天賦基本上就是長這樣 如果你的裝備夠好 你是可以再把一些血量拔去點到這裡的施放速度 但我覺得生命能盾跟魔力的一個複合生命血池 就看你自己 我覺得最少要合起來超過8000以上 就是所謂的血量4000魔力4000能盾要達到一定的程度 像我就是希望能做的越高越好 當我覺得有89000再加上密能披風 披上去的瞬間可以拿到4600左右的一個防禦機制 傷害又很高 基本上我們都是烙印拉過去怪物就瞬間死掉的 那遇到有一些比較機車的敵人 像是 呃 免死的圖屯我們也可以瞬間的 披上披風 烈焰衝刺中盾衝鋒到他的旁邊然後瞬間 拉烙印呼喚就可以解決他了 所以本身來說我覺得也 算是還可以啦 不會算是 有太多的困擾對於這個柳判 在生存分打圖的部分 但他的罩門就真的是在天花板的問題 那然而他跟其他流派比起來天花板已經好很多 從前面打那些BOSS 大家應該可以知道這隻角色的DPS也可以很輕鬆的打到500萬、600萬左右的程度 那5、600萬的DPS加上他是黏著 怪做不斷的移動 所以他在打任何網的情況下輸出會比其他流派來的更給力 比如說一個千萬輸出的角色在打牛頭火鳳凰一直要散他的專地還是幹嘛的 那我這隻角色就可以丟了就閃躲到旁邊 那再回來找他的時候 是其他流派正準備輸出 但我已經 把那隻怪給殺掉了 所以他的 輸出傷害算是還蠻輕鬆可以搞定的 那你真的要千萬輸出的話就是準備轉平血再轉成暴擊版本 那我跟大家良心推薦一下 血量MOM版本的 建議不要轉成暴擊版本 因為他的提升其實沒有像平血來的這麼多 那你轉成平血超載版本不管是生存跟內容上面都會好很多 那如果真的要轉暴擊版本 第一個一定要有平衷信仰 然後平血的暴擊版本會更強 但是那個造價的落差就很大 舉例來說血量超載版的成本是10重高 那 血量暴擊版要再加嘛 但是傷害跟表現沒有很好 平血版本的話可能就再加個2-30重高 那你真的要達到完美的暴擊版 那造價是100重高絕對是跑不掉的 大家請三思啊 那 這個角色 主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捏跟這樣做好了 因為這隻角色算是在 第一個禮拜 很多玩家都可以達成 因為裝備 造價真的不貴 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東西 比較貴的六連 MOM也是有取代的空間 這玩意 過版本便宜 然後這產量也挺大的 剩下的裝備都是血抗膜 然後把裝備湊滿 這是我自己達到的 算是運氣還蠻好的 那除了這些東西以外 其他裝備價格都是可以看你自己的財力去慢慢的一個 配合 詳情可以看我上支影片 我告訴大家 這些小部分的裝備怎麼挑 我個人也算是 挑便宜的 那這裡的珠寶 大圈中圈 其實也都是可以自己洗 也不用挑到真的非常的完美 所以整套配下來在刷圖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過程當中 順暢程度跟造價 整體比較起來 我覺得 都很不錯 所以這隻角色 整體我給他一個評價就是 真的是毒瘤 那大家可能對毒瘤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講 因為這一版本的毒瘤太多了 在五節看好 然後再看完評寫這個版本之後 大家對毒瘤的印象都已經挺陌生的 其實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也經歷過那些時間 比如說 2點多到3點多版本的時候 我也會用獵手啊 或者是普蘭水那樣的東西 在3點多版本的時候 那個時候玩到後面就有點膩 因為實在太毒瘤了 就是那些機制 怎麼講 太無趣了 像我這隻角色 我也覺得其實刷得很膩 因為正常他能夠克服的內容都克服了 打王什麼都沒挑戰性 就是烙印放了 烙圈圈跑一跑 偷穿個披風 降個抗 瓦真開 甚至有時候 我這樣丟完 這個東西都沒丟到他的王就死了 你打到T15 T16的王 正常的王就是沒有開迷霧的情況下 應該說沒有開 沾望 很多顆沾望版本的迷霧下 都是 你走過去烙印一拉 然後信念浪泳放 搞不好浪泳還沒噴到他的王就被彈死了 特別是現在王房有很多小怪在旁邊 烙印的效果又更驚人 基本上就是 烙印忽然拉過去 跳跳沒了 真的很扯 顯量超載版本 他的面板目前是8萬5 全部熱玩機該有的都上完之後 他可以打到很驚人的20萬左右 那他的釋放時間 這隻角色是有特別的走 釋放時間 你正常平血暴擊版本沒有特別去撐釋放時間 他的面板可能是0.6左右 所以他的 整體傷害會更低 那平均傷害還蠻吊詭的喔 你本身如果拔了釋放速度對於他的面板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天賦 我們重置 重置一點釋放速度看一下這裡 我們把這個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的地方 我們直接加一個釋放速度好了 我們把這裡的小血量拔掉 可以看到這裡喔 85673 我們加到這裡的釋放速度上面 他釋放速度變成0.10加了 但是他的平均傷害是一樣 沒有改變 那就這意味著大家可能都會忽略這一點在面板上面 雖然流暗道大家都知道 看面板不準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這個你把釋放速度沒有撐拉到的釋放時間被0.6 然後DPS面板是漲 10萬15萬 其實輸出跟這隻角色會差不了多少的 最主要原因可能也是這樣 好的呢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地方要補充的喔 那我覺得上一集其實都已經講差不多了 那這隻角色 到了後期 真的還蠻無聊的 該能做到的都能做到的 但極限也就那樣了 所以 還蠻尷尬的蠻尷尬的 如果提升造價能夠提升上去的話 我個人是願意付出啦 但是 真的要提升到極致版本 因為太貴了 那我就想說把那些錢可以拿去再研究 別的東西可能會更好一些喔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對於這隻流派的看法 已經你該不該升級 我個人是會想的比較多啦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存錢存到足夠量的玩家 然後一季可能就只想玩一兩個流派 沒有打算自己捏個什麼 十來個流派 慢慢的玩玩看的話 升級是可以的 那你就可以比較輕鬆的去打 遊戲的20波 那個5才望T16 該能打的都能打 好的那我是Chang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囉